在人类历史上曾有十大武器直接改变了战争历史进程 而其中我国有两大武器榜上有名 让世界未知惊叹 本期为大家盘点历史十大战争武器 首先排在后五位的都是古代兵器 其中排在第十位的是改变了步兵作战习性的长兵器 矛 而世界上最早的矛 发现于德国的尼安德特人旧石器时代一致 当时的古老人类创造性地打造出了木矛 用来捕杀猛马像 结果成效比投掷石块和短武器好得多 自此 这简单高效的长武器开始流行起来 并很快就传播至世界各地 成为了战场上最主要的兵器 被称为百兵之王 根据矛锋利细长的优点 在西方战场上出现了马其顿方阵 在东方战场上则有揪揪老秦军 战争中手自有了阵型的概念 众所周知 亚历山大大帝和秦始皇 正是凭借着这种长矛方阵 分别统一了希腊和中国 创建了人类历史上辉煌的大帝国 因此 矛能够排在第十位 其次 排在第九位的 是创造了马战的古代战车 据象形歇形文字石板记载 中东两河流域亚述人 特别喜欢驾驶战车打仗 战车可以说是他们的常规武备 他们改良出来的重型战车 甚至成为了现代坦克的鼻祖 而战车之所以能排在第九位 除了其使用范围广之外 还有两个最重要的因素 其一是轮子的使用 轮子是人类的重要发明 它使人类的运输方式 发生了重大变化 解放了人的双脚 而将其用在战车上 直接改变了战争形态 出现了车战 车轮战 其二是马匹的运用 马同样改变了人类的运输方式 并对战争产生了重要影响 有了马匹 人类不再限于徒步作战 而是可以更迅速地发起战争 并且之后 还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骑兵 因此战车能排第九 而排在第八位的是 古代最强远程打击武器 弓箭 由于各国都有使用弓箭的传说 比如东方的后裔射日 加上全世界各个地区 都有旧石器时代的箭促出土 所以弓箭最早是由谁发明的 已经不可靠 不过弓箭比石块 镖枪等古老的远程武器更加先进 具有射程远 重量轻 穿透力强等优点 可以说 在骑兵出现之前 它就是战场上的主宰 而弓箭无可比拟的远程攻击能力 让战争形势彻底改变了 战场上的士兵 无需和敌人真刀真枪的肉搏 只要在远处进行几轮抛射 敌军就会因伤亡过大而不战自溃 而且相比于使用繁重的刀剑矛盾的步兵 弓兵只需携带一两张弓 背上大量轻型箭士 就可以连续不断地发起攻击 因此有人评价弓箭为 古代战场上的决定性武器 接下来排在第七位的 是扭转了攻坚战的工程武器 投石机 投石机又称抛石机 是发源于我国的著名工程武器 据史料记载 我国最早在春秋时期 就已经开始使用简易的抛石机 称为抛车 它能够利用简单的机关 将大型石块抛射出去 攻击敌阵和城池 自此 让军队损失惨重的城池 变得不再难以攻克 军队能够在战场上 用抛石机进行远程战略轰炸 做官敌军自乱阵教 抛石机也因而被称为 军中第一攻城戾器 到了元代 我国人民还发明出了襄阳炮 这种武器比之前的同类武器高明得多 在蒙古人西征欧洲的途中 曾大量使用过襄阳炮 所向披靡 而该炮也随之传导西方 在欧洲战场上迅速流行起来 有意思的是 襄阳炮这种类似火炮的进攻方式 也使之成为了公认的近现代火炮的先驱 而排在第六位的古代战争武器 是作为现代机械先驱火冲 与抛石机一样 火冲也是发源于我国 而火冲中使用的火药 更是我国的四大发明之一 南宋时期 宋军为了应对敌军工程 发明了突火枪 这种枪以打通的大型主筒为枪身 内部装填有火药 可以用引线激发 射程最远可达200米 是世界上第一支枪械 之后 元代的蒙古人 又在突火枪的基础上 发明出了真正意义上的步枪 火冲 元代火冲使用的是金属枪身和改良火药 并在火冲内第一次装填了石质或铁质弹丸 开创了利用火药激发子弹的先例 而这一武器的诞生 标志着以火冲为代表的热武器 成为了战场上的杀人力气 并改变了战争的形态 使用冷兵器近身搏杀逐渐被淘汰 接下来的前五位全部都是现代武器 无疑不具有巨大战略意义 而排在第五位的是人们耳熟能详的陆军主力坦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英国为了应对战场上无止境的嵌豪和堡垒 决定研发一款火力强大防御强悍的突破武器 马克一型坦克由此应运而生 在索姆河战役中 英军将32辆该型坦克投入战场 用来突破德军防线 结果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战绩 从此各国相继加大了对坦克的研发 世界陆军正式步入了机械化的现代领域 而在这之后的二战初期 德国正是一仗强大的装甲集群 创造出了闪电战战术 从而得以快速侵占其他国家 剧烈的军事对抗 也使得坦克性能 坦克战术突飞猛进 二战后坦克成为了各国地面部队的主要武器 改变了战争史 而排在第四位的改变战争历史的武器 是全自动枪械 1883年 一项依托近代黄火药技术的重大发明的出现 彻底改变了枪械和战争的历史 那就是美国人发明的马克进重机枪 马克进重机枪 是世界上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全自动枪械 只要条件允许 它可以无间断弓弹和射击 理论射速达到了恐怖的每分钟600发 在1916年的索姆核战役中 德军使用马克进重机枪架手欠壕 扫射密集突击的英军 仅仅一天之内就杀伤了将近6万英军 如此巨大的破坏力 使得各国不得不相应地对战术进行大改 战争形势因此被完全改变了 而排在第三位的 是引起海战巨大变革的航空母舰 由英国人最先制造的航空母舰 简称航母 是为舰载机提供海上基地的大型舰艇 凭借着极为全面的能力 航母逐渐取代战略舰 成为了新的海上霸主 通常一艘航母 需要几艘巡洋舰 驱逐舰 护卫舰 潜艇和补给舰护航 从而组成航母战斗群 航母战斗群战力超群 是国家的军事战略核心之一 是否具备航母战斗群 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海军 乃至整体实力的强弱 在海湾战争期间 美军曾出动整整六个航母战斗群 直接将伊拉克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让世界未知震惊 而航空母舰和航母战斗群的出现 还打破了以前大炮巨舰的战争模式 综合作战能力 不是普通的铁甲舰群能比的 其退可保护人民 维护主权 尽可远洋作战 战略威慑 是未来各国海上力量的绝对核心 因此意义重大的航母排在第三位 而排在第二位的是创造了空战新格局的军用无人机 与需要飞行员操控的传统飞机不同 无人机是通过电子操控 无需人员驾驶的新型飞机 而用在战场上的无人机 特指的是军用无人机 在二战期间 美军第一次将无人机用到战争中 用其轰炸日军基地 而在海湾战争中 以美军为首的多国部队利用无人机 仅付出了一点代价 就相继完成了侦查 校准 轰炸 电子对抗 等普通飞机需要花大力气完成的任务 给世界各国上了一课 到了新世纪 无人机技术更是突飞猛进 因此有人预言说 军用无人机将会重塑 新世纪的战斗模式 如果说全自动枪械 航空母舰 军用无人机分别代表了 陆地 海洋 天空霸权的话 下面排在第一位的武器 则代表了全球霸权 而这个完全改变人类战争的军事武器 正是核武器 核武器 是一种利用油元素变化的战略武器 分为核裂变和核聚变两种形式 它们各自的代表性核弹 则分别是原子弹和氢弹 统称核弹 而最早将其投入战场的是美国 随着小男孩和胖子 分别摧毁了广岛和长崎 法西斯日本正式宣告投降 同时 核弹的巨大威力 也震惊了世界 此后 美国依托核武器 拓展出了核威慑 核讹诈等理论战术 并将其运用于实践 彻底改变了现代战争的形态 为此 联合国大会 曾投票通过了 禁止核武器条约 禁止各国研发和传播核武器 并呼吁各拥合国 立即销毁核武器 以免毁灭人类 以上十种武器 无疑不是改变了战争的建成 形态 乃至历史 它们威名赫赫 让战场上的军事人员 胆战心惊 然而 人类应该将更多的精力 放在民用科技研究上 否则 等待人类的 只会是毁灭